投机银行对原材料股份的内地原材料股份的增持 可以怎样演绎是 它的主要是因为很多的原材料在英国伦敦的LME市场 前几天都有暂停板的情况 而且原材料的存量是不断的走低 那国际市场是在股计中国对原材料的需求是不断的增加 那所以投机银行的客户在原材料的H股的就是内地的股份 它是有所增持 但是增持这个数量也不算是很多 大家算一算 它的这个增持的总使用的这个基金都是以千万来算的 也没有之前就是07年08年的每一次增持都是几个亿几个亿的这个情况 那现在怎样看来是一个小量的增持 也不算是很大的一个增持 有一些投机者 他是看内地的这个啊 在经济最近的这个经济危机的情况下呢 内地是辅数是最坏啊 找的最坏 找的最钱 那现在是有一些啊 投机银行的客户呢 把内地的情况呢 辅数的情况呢 先啊 投放在这些原材料的股票上面 那这也是可以理解的 是不是长期看好了 股计也不一定 最近也就是内地的经济场情况来讲呢 也不是一面倒的看好 那投资者这方面呢 就要小心一点了 就是啊 小额度的啊 投资在这个内地的原材料的股票方面呢 还是可以的 但是也要关注一下你的啊 投放的基金比例 不能啊 把太多的基金啊 全都放在这些内地的基因类的股票上面 在这些内地的股票上面